大家好,我是小静 夏天天气闷热,运动量又减少了 肚子上一圈一圈的坠肉又开始堆积起来了 幸好闺蜜介绍了这种减肚子的方法给我 吃了一个星期,肚子上的坠肉明显减少了 肚子上坠肉比较多的姐妹们,不妨也试一下 首先准备一块生姜,用食盐把生姜表皮搓洗一下 搓洗好了之后,加入清水,把生姜清洗干净 生姜作为一种调味品,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夏天也正是吃生姜的季节 清洗干净的生姜,先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再把生姜切成细丝 最后再切成小丁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把生姜倒进去,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继续煮上10分钟的时间 这时候准备两个鸡蛋 加入一盆清水 先用百结布把鸡蛋清洗干净 洗掉鸡蛋表层的鸡粪和杂质 鸡蛋的营养非常的全面,并且含有优质的蛋白质 清洗干净的鸡蛋,把它打入碗中 再撒入适量的食用盐 用筷子把鸡蛋充分的搅散 10分钟之后把生姜末捞出来 捞出来的生姜末还可以用来炒菜 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之后迅速的把鸡蛋液倒进锅里 利用砂锅的余温就会形成漂亮的蛋花 然后再用勺子把它搅拌均匀 接着先把生姜鸡蛋花盛入碗中 我们都知道生姜不仅可以驱寒暖胃 还可以加速新陈代谢促进排汗 接下来再准备一勺白醋也倒进碗里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白醋和生姜水搭配在一起 可以抑制糖分转化为脂肪 还可以分解脂肪 对减掉肚子上的坠肉非常的有帮助 每天早上可以喝上一碗 时间长了就会看到惊喜哦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